妈 燕子啊 你终于回来了 那我爸怎么样呀 你爸呀 现在得一眼呢 那咱赶紧去呀 可是这手里没钱呀 这多少钱呀 这二十万呢 什么 二十万 妈 咱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 三倍手里就五万块钱 行妈 钱都是我在想办法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两个先去医院 我去见医生 看医生怎么说 那好 走 医生 我是十七床病人的家属 我想问一下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呀 十七床 是啊 这他是我闺女 你说他 他现在病得非常严重 你爸现在如那样 不仅有医学 还有积水 现在病发了感染 什么 那么严重啊 是啊 你爸现在最主要的是 赶紧做开炉手术 你们赶紧去交手术费吧 我知道了医生 谢谢你 妈咱们走 妈 你先回去看我爸爸 这我去借钱 医生 医生 你下那么多钱 你去哪借呀 这你就别管啊 我自有办法啊 你好好照顾他 那好 这真正难为燕子了 谁啊 燕子 正好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 燕子 今天你不过来了 正好 最近啊 刚上一个电影 一会儿 我带你看电影去 我不想看 不想看 你这怎么了 那你来找我 有什么事 尊宝 你看咱俩啊 在一起 谈的也有几年了 这江南是不是都要结婚的 是啊 咱俩大学就开始谈了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肯定要结婚的 你怎么突然提这个 我想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燕子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你这是怎么了 我爸他生病住院了 现在需要一大笔钱 做手术 我想说 咱俩早晚都得结婚 你能不能把这个彩礼钱 提前给我呀 以后咱俩结婚的时候 这个彩礼我就不要了 提前给你彩礼 你爸生病什么病啊 需要多少钱啊 医生说 需要做开颅手术 开颅手术 这么严重啊 是啊 这手术费需要二十万了 二十万 是啊村宝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这所有的亲戚朋友 该借的我都借了 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现在是我们家 最困难的时候 燕子 这二十万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 我们家有钱 但这钱也不是我做的算 这这得 我让我 跟我爸妈商量一下 啊 那也行 这毕竟 这是一大笔钱呢 商量也是应该的 那你能不能尽快给我消息 我等你电话 行 你放心吧 那个 回头儿 我跟我爸妈商量一下 希望你能明白了 啊 好 那我先去医院了 那那你去吧 我的天哪 二十万 怎么想的呀 还还想着预知什么彩礼 幸亏我刚才脑子撞得快 跟他说啊 让他等一下 要不然 这不就 这不就坏了吗 再说了他爸现在 是个脑汤 这好不好还不一定呢 要是不好 我还得管他一辈子呀 不行 这件事我不能管 喂你好 喂你好 实际长的家属 你们的钱准备好了吗 你们爸可以安排手术了 什么 我爸现在可以安排手术了 是啊 你的钱凑齐了吗 钱我会尽快凑齐的 谢谢你医生 我一定尽快让我爸做上手术 行 那你快点 哎 真的是太好了 不过 这都那么长时间了 这尊宝怎么没有消息啊 我再打个电话问一下 喂尊宝 你昨天不是说 你给我拿彩礼这件事 跟你爸妈商量一下吗 我想知道 你爸妈怎么说的呀 呀 这件事 我准备给你回家 我再打个电话 那个 不好意思啊 这我爸妈他们不同意 什么 那个 你看 你看 就是 咱们的家虽然他了这么多年 但是你现在家里出现这么大的情况 我 我爸妈说 我阿姨真的 他真的在一起了 这你爸 这你爸要是看好了 也会有一身病 这不耽误我一辈子吗 这不耽误我一辈子吗 春宝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现在是我最快难的时候 咱俩在一起都几年了 你能眼看着不帮我吗 燕子 这是咱们是咱们的事 这是你们家出生这么大的事 这是我们家也没有病 淘着一趟浑水吧 毕竟咱俩还没有结婚 春宝 那个燕子 还有啊 你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还要结婚了 什么 芝麻 芝麻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这么多年的感情 都抵不过我爸的一场病吗 这个怎么办呀 谁呀 喂 你好 我是资产机构的 哦 你好 你的求助啊 我看到了 你附近的情况 符合我们救助的对象 要不然 你现在来问问这一趟吧 哎 好好 我现在马上就去 谢谢你 这下我爸有救了 这个合同 上次天龙集团竟然给我拒绝了 如果 如果再签不了的话 这我公司就要扩展了 哎 那个项目净顶 根本不顶用 这次 我还是亲自来到公司 找他们董事长 好好谈一下 哎呀 希望他董事长 能够跟我欠合同吗 你就是董事长啊 燕子 挺酸的 不是 你怎么在这呢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你现在在这公司上班呀 哎 那个咱俩的事回头再说 我现在找你们董事长有事 这个事 你先走吧 我可没时间跟你闹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什么事你说吧 什么 你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 这真的假的呀 这五年不见 你怎么 不相信啊 不相信我会有今天 不是不是 你有今天我当然高兴了 那个 燕子 既然你是董事长那就好办了 你看 这是 这是我们之前拿过来的合同 你为什么给拒绝了呀 你这个不知道 你要是把这个公司 给谈了 给欠了 我公司就能齐此回生 你要是不签我公司 就要破展嘛 嗯 李尊宝 我今天就告诉你 这个合同 我是不会签的 不是 燕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该不会因为之前 之前的一些事 还在生我的气吧 这当初 我也没办法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 行了 我今天就实话告诉你 这个合同 于公于私 我都不会给你签的 你们公司啊 我以前打定过了 生产的产品啊 总是以刺充讨 乱以充数 像你这种人品 我也不会相信 更不配和你合作的 不是燕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你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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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 过去不就行了吗 再说了 咱们俩之前什么关系啊 卡住 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啊 是谁当初知道我父亲生病 把嘴就跑了 不是 我 我当初 我也挺为难的 我也没办法 行了 你当初不就是觉得我们家穷 怕我会拖累你吗 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 你以为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就会原谅你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当初 如果不是慈善机库的帮助 我爸可能已经不在了 更不会好 哦 那个 你说 叔叔好了呀 那他好了不就行了吗 燕子 你就原谅我吧 之前 是我的错 行了吗 李尊宝 你的嘴里啊 这些年我看的一清二楚 像你这种人 我是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马上跟我滚 我不想看到你 燕子 滚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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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呢 当初 我真的是瞎了眼了才开上炕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